大家好 大家都在討論 買美金 買人民幣 貨幣方面值不值得投資 人民幣其實未來的財產 還是可以買 我們現在因為一些法律的規定 所以如果說要在台灣買人民幣的話 你的上限就是2萬塊錢 其實那個金額不多 你要買這樣子的一個金額 其實投資的效益真的是不大 反而是現在國內有發行 所謂的一個點心債 就是人民幣相關的公司 所發行的一些債券 其實它的利率不是很高 大概2% 3%而已 就一年 一年的利率不是很高 可是因為大家看好 未來人民幣升值的一個趨勢 所以這個點心債 債券一推出來之後 募得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用一點點的錢去投資 相關類似的商品 其實我個人是買債存的 我補給你句話 因為這有一個很簡單的 我簡單講 為什麼這次股債又起 沒債 就比方說什麼 美國欠了很多錢 對不對 他是欠錢的人 誰是他的債主 中國 你要投資欠錢的人 還投資對不對 有錢的人 這很簡單的邏輯 所以很清楚 美金就是NO 但是如果是人民幣 YES 現在買還來得及 銀行都有對不對 沒有… 現在就是某一家 你剛剛是有債不債 沒有 不要這樣 我只有10% 你讓我一下 我只有10% 你把你那個鋪滿切開去買張機票 到上海去買好不好 那邊有 那邊一定有人民幣 順便去走一走 對 走一走 而且郭欣 你常到內地去拍戲 你就直接在那邊開一個戶頭 然後你就直接跟 那邊就領人民幣就好了 你就直接跟廠商說 就放著 對 直接給我人民幣 不要給我美金 也不要給我台幣 就直接給我人民幣 拜託 因為你認識 上面有個毛澤東那個 你應該有看過吧 我覺得他應該 不過郭欣 常年在大陸 你說得對 但是也有很多很多人 在他旁邊碎碎唸 希望他買這個 買那個 聽說有朋友鼓吹你 去買一種稀土 那什麼玩意兒 因為他說是那個 內地很珍貴的一個資源 你知道它是什麼 我知道 你看過嗎 我沒看過 請問你怎麼寫 郭欣 你告訴我 稀土的稀怎麼寫 一個希望的稀 是金字編是不是 一個石頭的石吧 一個火 我忘了 應該是左邊一個火 右邊一個希望的石吧 會不會寫不是重點 逼得我們葉莉講不出話來了 你要知道它到底有什麼 對 我朋友是跟我講說 因為它那個是很珍貴的 一個產物 然後它是做一些 未來一些面板 什麼電腦之類的一些產物 然後這種內地有 他是這樣跟我說的 他說你可以買內地的基金 它有包含這個項目在裡面 稀土這種東西 因為它是世界上非常少有的 一種相關的一些金屬的原料 包括太空 就太空總署 有一些太空材料 也要用到稀土 包括我們看到的一些什麼 汽車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 電子鈴組件什麼 都要用到它 對 所以現在全世界稀土 擁有的第一名的疫苗 就是中國大陸 那真的值得投資嗎 真的值得投資 那只是說 因為它被炒作得太快 太兇了 它去年的價格 漲得非常非常的誇張 好多在美國掛牌的稀土公司 短短的半年 價格就上漲一倍多 所以那 就是因為你價格漲得太快 所以我才說 如果你今年才進場的話 其實那個價格 其實就有下修的壓力 會跌是不是 所以你看 訊息的來源不正確 然後再一次的跟你的 又受傷了 對 擦身而過 好 沒關係 你還有另外一個機會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 黃 我也想知道 來 我先問一下Gigi 你自己本身有沒有收藏黃金 或媽媽爸爸有沒有留給你黃金當嫁裝 是沒有到嫁裝 可是就是以前可能見面的時候 他有送我很大的 也是鏈子 然後還有一塊 那你都怎麼處理 我把它留著 我把它藏在我的那個廚師箱裡面 你平常會拿出來帶嗎 不會耶 不喜歡拿來做裝飾 又很重 就一塊一塊的 那你收藏了多久 有沒有曾經動過念頭 因為價格一直往上攀升 有想把它賣掉嗎 我那時候就是買那個房子 去年買房子的時候就少一些錢 我本來有想說要把它們全部賣掉了 對啊 因為收藏了很多年了 那還好最後 還好我後來就是Hold住了 真的 Hold住沒有把它變賣 還好的 對 那燕麗你怎麼看 黃金其實我們一開始看1200 然後幾乎每一個禮拜 100點100點100點這樣漲起來 最新的訊息已經逼近1900了 還會有往上的空間嗎 其實已經正式站上來1900塊美元 不過在這邊有個訊息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黃金它是避險工具 那只要每股大漲 美國的經濟情勢穩住 黃金價格就會下來 那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8月下旬的時候 美股它確實是連續幾天大漲 那黃金價格波動非常的大 一天之內暴跌30到40塊美元 所以在這邊我覺得 黃金操作難度非常非常的高 那當然就是說 如果說你的成本 你當初買進成本很低 比如說像我們劉易如小姐 700塊美元買的 那我就會覺得說 太聰明了 對啊 那你就可以逢高做一個獲利了結 那如果說是空手的人 我覺得黃金金價在這邊 應該會修正到 1600到1700附近左右的一個價位 空手者這個時候 這個價位進場 我覺得將來獲利的機會 還是會非常非常的大 我個人覺得看到2000塊錢以上 並不是太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還有一些空間 還是來得及 但是買要買對方法 是要去黃金店 直接買那種現成的 或者是金條這樣買 如果你財力夠雄厚的話 還是說要買黃金存折 這兩種怎麼比較 其實東西真的不太一樣 因為現在國稅局 針對黃金存折也要磕稅了 就是說 你看國家多欠錢 那黃金存折呢 這樣也要磕 對 過去是不磕稅的 現在就是說 如果你買黃金存折 有賺到錢 就我們所謂的資本利的 你有賺到錢的話 它大概是磕5%到6%的稅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 有賺錢嗎 交點稅 意思意思應該的 大全哥 其實看我們節目 很多都是婆婆媽媽 手上有一大堆的 金公閃閃的東西 現在他們也在想 既然你是房市專家 需不需要把黃金整批賣掉 拿去買房子 這兩者買房好 還是買黃金好了 如果空手的人就帶一個吧 好 今天是房小元的 房小元 我渾身最值錢的 現在就這玩意兒 我覺得其實這個看 你介入的部位也有關係 我說其實黃金 其實也可以這樣操作 如果說你之前 是很早很早以前買的 如果現在可以去做點調節 那OK 所以這個問題就牽扯到說 黃金是一個沒有利息的東西 所以你自己信要有數 而且它沒辦法怎麼 沒辦法用 沒辦法吃 沒辦法用 房子相對這個部分 它有一些空間 我們再講 台灣未來整個的條件 相對是看好 所以你去在這個階段 高檔的階段 做一點調節 OK 所以真的是要多聽多看 才能做出最聰明 最正確的選擇 又要來一個心理測驗了 你有興趣了嗎 我們這個測驗就需要告訴大家 我們在碰到人生的抉擇上 尤其是理財這一塊 最容易犯什麼樣的錯誤 來 一樣是用數字來給大家選 第一組數字 順眼嗎 第二組數字 有沒有很喜歡呢 好 第三組數字 五 三 六 八 聽起來不知道順不順 第四組數字 四 五 九 八 也是八尾 感覺好像發發發那種感覺 好啦 沒關係 大家就用直覺 觀眾朋友 你現在也趕快 從A B C D來選一個 你最喜歡的數字 我們要告訴你 你在投資上容易犯什麼樣的錯 就怕錢財不利 好 選好了嗎 對 先看他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不要跟你一樣 我們把郭欣擺在最後 來 請三位來賓先舉牌 真的 我想先看郭欣選什麼 他是新手 代賽 非常代賽 好啦 我選第一次見面 OK 葉莉選的是四 五 九 八 大全選的是二 二 二 三 Gigi選的是零 八 二 一 我選我好朋友的生日 原來如此 有這樣子的關聯 好啦 衰王 你不要選D 他選二 也是二 二 三 現在到全國 在那裡垂羞頓足 因為他的選擇跟你一樣 所以也是有潛力 有潛力 沒關係 我挺你 郭欣 我也加入你 我也選二 二 二 三 直覺覺得這組不錯 來賓 選好了嗎 觀眾朋友 你選哪一組呢 來 我們來聽聽 Selina老師給我們看 這場運有好幾位都已經走過 這個金融理財 從剛開始 並不知道怎麼進入金融市場 到現在已經變成是裡面的老手了 所以在這個投資理財 容易犯的錯誤 我們針對是 剛開始你進入的時候 你並不了解 這整個市場裡面眾說紛云 所以你會怎麼做 所以可能對專家們來說 是過去的經驗 可是對郭欣來說 可能是現在正經驗中的 是的 OK 好 我們先從B來看好了 好 因為最多人選 最多選人選B OK 好 選擇B的人 223代表說你在投資過程裡面 曾經或者是現在正式的 是太看重過去的歷史資料 所以市場是活的 一直在變化當中 曾經你會因為說 我看了很多的資料 但是你的資料並不符予 沒有辦法去預測未來 因為市場是活的 它隨時都在變動當中 所以這可能是 曾經犯過的錯誤 我懂你的意思 像我現在就一直覺得 大安區的房價 就應該要五六十萬才行 因為我還活在過去的歷史裡 人家現在都漲到一百多萬了 前面差一 只差一 只差一 都加一個一就對了 這個有道理 其實郭欣其實我覺得 你練了少林式功夫 還不如不練 我說真的 這個我有講我的心情 其實你說我們做房地產 是不是投資很多 給你八個字 江湖越老 膽子 那少林式功夫還不如不練 我說真的 這個我有講我的心情 其實你說 我們做房地產是不是投資很多 給你八個字 江湖越老 膽子越小 因為看過太多了 然後就說 什麼買房子 年紀越大 越不敢 買得越來 年紀越大 買得越少 一樣狀況 所以沒關係 你隨便亂買 所以大家講一下 不要買那個地方好不好 這個是建議嗎 老師 看準你資本非常雄厚 所以就是拔下去 隨便買都會賺 你就買了 反正就住在裡面 好 所以如果選到2223 這一組的觀眾朋友 你就不要拘泥於過去 一定要記得要看現在的資料 跟著喜局走 好 下一個 好 我們看一下選A的好了 OK 就是選的A 它在曾經投資過程裡面 犯的錯誤就是 聽信名牌 道聽途說 所以在過程裡面有時候 剛開始不了解的時候 曾經拿過自己的資金開玩笑 OK 所以它在這個過程裡面 學到的智慧就是 我的投資 我一定要自己下去學習 然後慢慢的了解自己 才能夠去做後面的動作 才有辦法獲利 對 少聽身邊的那些殘言 但是多來上我們節目 我們節目中都是真言 而且都是專家 做功課 OK 好 下一組 我們C是沒有人選的是不是 對 沒關係 很多觀眾選 觀眾朋友選C的話 你在投資上面遇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資金周轉不足 就是說投資的項目太多了 每樣都非常美好 然後現在我的錢不夠 所以你可能會做一件事情 是跟朋友合資 或我們一起去買什麼 這個部分要注意 你可能因為在人跟人中間 資金上面碰到賺錢的時候 在分贓的時候會碰到一些問題 所以這裡比較好注意 好 最後一個4598 D圖 也就是燕利選的這個 好 在燕利選D OK 選45982人在這個投資上面 最容易犯過的錯誤 或曾經犯過的 就是什麼 曾經過度相信自己的判斷 沒有設立停損 所以他在投資的過程裡面 會一直預期市場 然後做凹單的動作 或是想說應該會 他透過這樣的一個經驗裡面 學習到說原來他必須要 非常地利手他的紀律 在投資的市場裡面 謝謝Selina老師給我們的分析 幸福相探索 謝謝所有來賓的分享 我們下次見